到底是能否朝前 再要回到領先 還是呢 就是平手 一號三壞 誰有球 輸射沒有動 那現在壘包上面 因為是滿圓的情況之下 四壞球保送 中斤兄弟攻下了超前分 這其實對 不管是衛群龍隊 還是李永珍來講 都非常的困難 他只有兩顆球的扣打 真的是不好投 那球數一開始就先落後之外 那你又要適應這個天氣 適應這個投手球 然後又是在一個高張力的局面